今天我要说这部动漫绝对是楼番中的巅峰 他讲述了五名男子被关进女校监狱 天天被监狱长折磨欺负 却得死不疲 甚至还很开心 这精彩绝伦的画面以及剧情设定 让无数男人产生遐想 女孩子看了都会满脸羞红 这些姐姐都太会玩了 故事背景的女校本来是一所历史悠久 用来培养各大家族的大小姐 不过最近理事长却执意要招收五名男生入学 尝试打破这所女校的规格 于是男主亲智以及眼前的思维变态 就这样加入了有着一千人之多的女校学习 而他们为什么会是变态 老实说换做其他男生 估计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亲智等人本以为这次入学会是他们的人生巅峰 但预想中的后宫生活却并没有发生 因为这里的所有女生对男人都只能无序 原因还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会下定 在乌鸦可视范围内不允许跟男生对话 但是亲智毕竟是男主 总要给一点特殊优待 所以亲智妈妈给她带的一块橡皮擦 竟吸引了斑花千代的目光 主要原因是因为上面刻有相铺图案 而作为女生的千代却喜欢相铺 不过周围的女孩都没人能跟她交流 于是在知道亲智也喜欢相铺后 便开始偷偷的跟亲智优惠 还约定在一个月后要出校去看相铺比赛 亲智开启了阳光大道 但伙伴们还在土木桥上保团取暖 于是他们冷无可冷 在一天夜晚穿上夜行衣打算去偷窥女澡堂 而他们选的目标竟是亲智的班级 可这样的话亲智就会被这些变态给看到啊 巴格亚鲁就在亲智要化成正义人士之时 他看到亲智好像不在浴室 哦兄弟们 那我来配合你们 他们的计划是掉着手机放下天窗 然后通过视频通话 这样就能够在屋顶看到妙不可言的美景 可是计划却出了意外 亲智的手机掉进了女生浴室 这让他不得不进去拿回手机 可才刚拿到手机门口就走进来了千代 万幸的是 千代是个重度近视 将亲智全程认成好友真有美 不仅在亲智面前脱衣服 还拉着亲智进早汤 而当亲代听到别人在喊真有美时 他才意识到自己旁边的人不是真有美 最后他伸头过来要仔细确认来者和人时 小圆警报想得起来吸引了所有女生的主意 因为学校那些乌鸦就是学生会的眼睛 在天台作案的四人已经被缉拿归案 而幸运桃子的亲智则被学生会会长亲手捉拿 在事情败露后 正片才算开示 因为之前的浴室风景只是小打小闹 五名变态被抓进学院监狱 处以私刑一个月 本座第一个看点至此开始频繁出现 学生副会长身受广大男同胞的喜爱 除了吸引人眼球的马赛克欧派 副会长还是一个超级抖S的女王陛下 不过在会长面前 副会长就会变成抖M 而她的主要工作就是 坚持着五名变态在监狱里上课自习 并且还要不断参加监管劳动 如果有谁不听话 那么就会被狠狠的教育 甚至是进行羞怒 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让亲智格外不满 她第一次出手阻止了副会长对伙伴的侵怒 但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等到休息的时候 她被伙伴集体围攻 阿西娃谁让你阻止了 原来这四个变单从来没有跟女生接触过 虽然能够受到乌怒 但这是她们第一次如此进居接触女生的胖子和欧拍 所以在隔天脑改的时候 四个男生就故意频繁出措 甚至到后面就主动请求副会长教育自己 副会长不明所以 但讨厌男生到极致的会长 却十分清楚副会长对男生的冲击力 毕竟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副会长 你都会有一种类似偷窥的感觉 于是会长就让副会长暂时休息 派出干部花来管教五个变态 虽然花看起来是个甜美温柔的猛妹子 但她体内的暴力英字 比副会长还要强烈 空手道参加过全国比赛 裙子底下没有胖子 而是豪欧破绽的运动肠酷 这让几个变态被教育的时候 开始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乌怒 可是他们五个人也打不过一个花 每天有骨说不出 而有一天 清智将一只不慎跌落鸟巢的乌鸦送回树上 这一幕被千代给看到了 由于上一次清智是逃走后 被会长抓到的 所以在看到清智这么暖心的行为后 他确信清智绝不是变态 娘来还约定马上开始的相波比赛 一定要一起去 而送走千代后 清智却发现花走了过来 让清智没想到的是 花竟然蹲在地上浇灌花草 再兴奋之余 清智也不忘闭嘴 不敢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一旦被发现 他只好自己肯定 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结果大乌鸦出现 不以为清智在掏鸟 于是清智就被大乌鸦 从树上赶了下来 最美的风景 就这样被清智给映入眼帘 平日里都是女魔导的花 在这方面也还是小女生 终究是无法忍受 而累流满面 让她调整情绪后 在找到清智时 就提出了一个震撼我妈的逻辑 她也要看清智下的面 这样互相抓着把柄 就不怕清智说出去了 就在清智真的要掏鸟时 伙伴月人帮她引开了花 而之所以会帮清智 是因为她发现了清智的秘密 为了能够如愿跟千代优惠 她不得已得越狱 而月人则需要她外叔 帮自己买一个限定版手办 作为交换 不仅会为她保命 还能帮助她行动 但是花因为记恨清智 几乎全程盯着她 终于在一次清智 想要小姐的时候 成功劝退了花 因为花只要拿捏清智的把柄 所以当她更在厕所 就强迫要清智快点许许给她看 男人花虽然看到了 但是她的心理阴影就更大了 花的意识溃败 无法再好好监管这五个变态 他们细细练练的副会长找回来 而除了以上看点 那个常委的会长大人 则是把副会长收拾得服服帖帖 在会长面前 副会长屁都不敢放一个 而会长会如此讨厌男生 他的爸爸绝对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理事长就是会长的父亲 一个对屁屁有着狂乐爱好的中年大叔 用他的话来说 喜欢屁屁的人绝对不是坏人 所以每次会长去汇报事情时 如果发现了父亲的恋屁收藏 几个变态男生 就免不了被迁怒的后果 他的目标就是将所有男生赶出学校 会自太前开始计划了 而之前提到亲自的逃狱计划 为了能够买到那个限定手办 悦人的牺牲是相当大 在笑得择偶机会 他直接放弃 因为他上课的时候 竟然当了所有女生的面 拉出拔拔 为的就是录音 这样让亲自越狱那天 可以用拉西为幌子逃脱 并且两人在浴室上人后去对策时 还被伙伴误会 两人尽手弯的 等到了相普比赛当天 在悦人的配合下 他真的如愿逃出了学校 还是穿着女装打摇大白的走出学校 他真的见到了千代 还跟他玩得很开心 不过在去上一趟厕所回来后 却发现千代的脸格外的阴沉 然后就抛下亲自当场离开 而亲自也在懵逼时 看到自己的书包被打开了一幕 那件偷来的女装校服 竟是千代的 这下变态的名头算是坐实了 而让亲自更没有想到的是 天衣无缝的越狱计划 竟因为千代发了一条朋友圈而败露了 千代今是会长的妹妹 而就在亲自因为被女神误会 而时期斗志 即便另外三个伙伴开始疏怨他 都没有感觉 但当亲自被会长逼迫 签下退学申请书时 千代进过来替亲自说话 原因是他觉得昨天就这样离开很唐突 他还是愿意相信亲自不是变态 想要听听他的解释 在千代的出现后 会长的退学计划被阻碍了 而得到千代原谅了亲自恢复斗志 可是 等待他的是被伙伴彻底孤立的局面 因为他都知道亲自越狱 是为了泡妞 这让他无法接受 也因为亲自的越狱 他们被关押的时间集体被增加 被副会长管教日子变得更长 所以之后的剧情 车速会比先前还要更快一点 为了安全起见 只能刹车停下 不过还是可以告诉各位解围的事情 禁止他们成功出狱 并且打破了会长的独裁时代 他被新的学生会会长 撕下制服 换上了穷服 同行的还有副会长和花 至于后续的剧情 那就不得而知了 而关于本作 如果我只能说作者真的是 牛逼他妈给牛逼开门 牛逼到家了 所有分镜都让人感到害羞 另外真人版的监狱学院 在2015年就已经上映 还原度可以说是99% 一般漫改真人版的作品评分都是BOSS 但是这部神剧 竟能拿到7.0 果然脑色皮真的是不少 算我一个 我是少年 你又迷人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